一书说 人生的阶段便是环境的转变 此一时彼一时 世界在变 周围环境在变 你要学会改变自己 才能成长成熟 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煎熬的过程 然而不经历这一遭 你就是在走下坡路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的 改变思维 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师父问弟子们 如果你急着要烧一壶开水 却发现柴火不够 你会怎么办 第一位弟子说 抓紧时间 赶紧去捡 第二位弟子说 捡怕是来不及了 不如直接去集市上买 第三位弟子说 买也要花不少时间 不如去别的人家借 师父笑着说 为什么不把水倒掉一半呢 烧水的柴火不够 未必要更多柴火 就像我们从小在课本上学过 鱼公移山的故事 鱼公倾尽家族之力 想要移走挡在家门口的大山 并立志要子子孙孙不停挖下去 故事的结尾是 鱼公移山的精神打动了上天 神仙施法将大山移走 但现实生活中 最好的办法却是 山不过来 我就过去 听过一句话 墙推倒了就是门 心敞开了就是路 很多时候 一个人在这世上步履为奸 就是因为不懂得转变思维 善于转变自己的思维 比努力更重要 思维对了 往往能事半功倍 人生也就随之改变 改变心态 林青玄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时有八九 常想一二 不思八九 事事如意 深以为然 很多时候 能真正决定一个人境遇的 不是外界的风风雨雨 而是你的心态 心态不好的人 总望自菲薄盯紧眼前的苦痛 任由挫败感吞噬自己的人生 而心态好的人 往往善于与自己和解 不和生活较劲 活得充实而快乐 人生一世 总有不遂人意 总有事与愿违 与其耿耿于怀 不如转变心态 从荒芜中走出繁华风景 晚唐蜀地僧人得逞 人称传子和尚 曾写过一句祭子 夜净水寒于不时 满船空载月明归 垂吊到深夜 却一无所获 换作是他人 必定是闷闷不乐 但得逞大师 却从中悟到了禅机 这是一条 没有钓到鱼的空船 但却有明月洒满船舱 又何尝不是 另一种满载而归呢 原来 只要转变自己的心态 是与愿违和如愿以偿 不过只在一念之间 疯子凯说 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净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尽管日子不总是一直美好 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自在安然 尽管人生有时候不尽如人意 但我们可以选择与正能量同行 竟无好坏 唯心所造 或许转变心态只需要一分钟 但这一分钟却能改变你的一生 改变位置 婚姻里 丈夫希望妻子温柔贤惠 妻子希望丈夫有责任心 职场里 员工希望老板别空谈理想 老板希望员工积极上进 出租车上 乘客埋怨司机开得太慢 司机吐槽路上太多 谁都没有错 只是不懂换位而已 站在自己的立场 看到的只是片面 站在自己的角度 往往无法解决问题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富翁热衷慈善 富翁晚年经常会带着高档的礼品 去福利院看望孤苦伶仃的老人 并让老人们排队领钱 但是每次 老人们对富翁的态度 并没有想象中友善 在后来 每次出发前 他总会吩咐管家 给自己准备一身破旧的衣服 带一些廉价的礼物 管家不解其意 富翁解释说 福利院的老人们大多贫困潦倒 若是衣着华丽 反而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是去做慈善的 不是去炫耀的 我不应该去施舍 而是应该去融入 恶汉不吃接来时 并不是食物不好吃 而是前傲不懂得换位思考 让恶汉感到了羞辱 正如有句话说得好 以时乾坤大 游连草木青 越是见过大世面 有修养的人 越是懂得换位思考 心怀悲憫 善待周围的人与物 转变位置 将心比心 便是善良修养 心怀他人 相互理解 才有温暖人情 但愿你 实时转变自己的位置 成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 也能被他人照耀 改变方向 网上曾经有句很火的话 自己选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他鼓励人们不撞南墙不回头 选择了一条路 就要走到黑 始终不延弃 事实上 这样做的结果 只有极少数人成功 大多数人都会走进死胡同 进退两难 条条大路通罗马 聪明的人 不会将自己 转个头破血流 而是转变方向 寻找另一条路 抵达终点 鲁迅先生 在日本留学 攻读医学时 发现国人精神上的麻木 比身体上的虚弱 更可怕 于是 毅然决定弃医从文 到东京筹办文学杂志 发表文章 用笔下一个个尖锐的文字 唤醒落后愚昧的国人 莫贝尔化学奖 德主瓦拉赫 起初听从父母的建议走文学之路 一无所获 转而学习油画 油画老师直言说他并非可造之才 最后 他转而学习化学 变成了公认的前程远大的高材生 成绩斐然 享誉全球 国学大师林语堂说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人生从来不是单选题 盲目执着坚持到底未必是好的选择 只会在艰难错误的道路上浪费生命 很多时候 即使转变方向 方能跳出眼前的局限 打开人生的新局面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局限和束缚 无论是工作上的瓶颈 人际关系的纠纷 还是个人发展的瓶颈 当我们陷入困境时 即使转变方向变得尤为重要 当我们坚持固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时 可能会束缚住自己的发展潜力 然而 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调整自己的方向 摆脱眼前的局限 我们就有机会发现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在职业生涯中 即使转变方向 可以帮助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和市场的不断变化 许多行业和职业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和挑战 如果我们过于执着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 可能会错失新的发展机会 然而 当我们敢于转变方向 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我们就能够抓住新兴领域的机会 实现个人的职业成长和发展 周易有言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改变思维 摆脱当下困境 放大格局 机遇无处不在 改变心态 任由静随心转 看淡看开 自此天地自宽 改变位置 学会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人生豁然开朗 改变方向 及时放下止损 换道而行 方有柳暗花明 当一个人开始成熟 你就会不断改变自己 让自己慢慢变好 所以 别让你生命的价值停留在此时此刻 从现在开始 改变思维 改变心态 改变位置 改变方向 掌控好自己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